你会翻看老公的手机吗 网络成了身边必不可少的东西 有多少人因为翻看老公的手机陷入深渊 万劫不复 先来说说我老公的好 一次难得不加班的周末 我跟老公慵懒的瘫倒在沙发上 这时候五岁的儿子爬到我们身边 问我 妈妈 咱们家有雪糕吗 我回 没有 儿子的表情失望了一下 又问 咱们家有布丁吗 我愣了一下 想起刚刚邻居小孩过来玩手里拿着的雪糕 儿子肯定是馋了 也怪我 这些天实在太忙了 根本没注意到冰箱里面已经空了 看着儿子逐渐失望的眼神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旁边的老公摸了摸儿子的头 笑着说 有 我诧异的忘了老公 差点脱口而出 咱们家哪还有布丁 老公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 冲我眨了眨眼 然后跟儿子说 咱们家还有布丁 想吃吗 想 儿子露出满意的笑容 老公笑了笑 说 儿子乖 咱们来躲猫猫 只要你在15分钟以内找到爸爸 爸爸就带你去找布丁好不好 儿子性高采烈的回答 好 老公刮了一下儿子的鼻子 你先回自己房间 数到十然后开始找爸爸 不许偷看 儿子高兴的跑回自己房间 我这才诧异的看了看老公 咱们家哪还有布丁 就算是去最近的店里咱们家也好几公里 路上这么堵 现在去买也来不及吧 老公冲我神秘一笑 我知道一条小路 骑自行车一回就到了 说完 就见他拖着疲惫的身子爬起来 轻声走到门外 还回头冲我做了个手势 记得拖住儿子 说完他头也没回 门关上后楼梯就传出灯灯灯的声音 我知道 他为了快 没有去等电梯 直接从十楼爬下去了 过了一回 儿子出来了 找了好几分钟都没找到他爸 我想方设法地拖着才没哭起来 十分钟之后 楼道再次传出响声 我知道老公回来了 连忙支开儿子 老公满头大汗 跑进来之后赶紧将布丁塞进冰箱 然后整个人瘫倒在沙发上 当倒下 儿子也出来了 老公做出个疏了的表情 带着儿子到冰箱前拿布丁 我跟大多数姐妹一样 也喜欢买买买 有天下班回家 累得实在不想动了 但是想起还有十几个快递没拿 那可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战利品 一天不拆就浑身难受 于是我推了推同样泪摊在沙发上的老公 问他能不能去给我拿下快递 他爬起来 温柔地笑着说 遵命 老婆大人 不久 他抱着一堆快递气喘吁吁地回来了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精神 一下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一顿拆拆拆之后 我满意地拿着新买的几件衣服 一件一件事起来 还不忘跟老公炫耀 你看这个怎么样 是不是很漂亮 我有眼光吧 老公开玩笑说 不错不错 我老婆真是穿什么都漂亮 我得意地说 小嘴挺会宽啊 说完 我又感觉有点心疼了 毕竟这次没忍住 足足花了一千多大羊 老公好像看出了什么 问我 怎么了 买了新衣服还不开心 我愧疚地把花了一千多的事告诉他时 他嘴里能塞下一个鸡蛋 接着 他又表示 没啥 只要我开心就行了 并不忘向我开了个玩笑说 那有没有我的份 被他一问 我才想起来 当时我就只顾着眼花缭乱地选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根本没有想到他 我有点尴尬 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突然 他从一堆衣服里拿出两双黑色的袜子 他笑嘻嘻地说 还不错 这回有两双袜子 我更尴尬了 这两双袜子是买衣服的时候赠送的 我根本没有给他买任何东西 老公看出了我的失落 笑着说 这回你不用心疼了 这一千多不是你一个人花的了 算下来 人均才几百块 我被他逗乱了 想起老公 我多少有点愧疚 我化妆品包包跟衣服从没缺过 但是老公一件外套都穿了好几年了 每次我想给他买 他总是说穿得舒服就行了 没那么多讲究 其实我知道 他压力太大了 车贷 房贷 还有一家人的开销 他根本不舍得买 而我自己赚的钱 几乎都花在了购物上 这天 外面下着雪 老公带着儿子去公园玩了 我在网上买的东西也到了 其中大部分是给老公买的 当然 我也免不了买上一些自己喜欢的 收到快递信息 我下楼去取快递 想着等老公回来给他个惊喜 当我抱着一大堆快递 刚进准备上楼的时候 老公也出现了 原来是儿子摔了一跤 他带着儿子回来换衣服 门口 他看着我抱着一堆的快递 突然问我 你觉得下雪浪不浪漫 我当时满脑子都是想着怎么给他惊喜 他看到我给他买的衣服会多开心 对于老公的问题 我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我呆呆地说 不觉得啊 老公说 你看这雪 多美啊 我摇摇头 脑子里想的还是老公看到我买的东西时的表情 突然 老公弯下腰 从地上捧起一些雪 往我头上砸了过来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接接试试挨了这一下 头上 脖子上 衣服里都是雪 冻得我一个机灵 我气急了 我想着怎么给老公制造惊喜 他却给我这么个惊喜 我把快递一丢 捧起一堆雪就朝他跑过去 就这样 他一边跑我一边追 让了半个小区 我俩实在跑不动了 我把雪骂他 你混蛋 这些雪被人踩过的 老公没有生气 反而乐呵呵地看着我 问 下雪浪漫吗 我气急败坏 粗口都爆出来了 浪漫你挨赫头 老公却并不在意 指了指天上 又指了指我俩头上 你看 我们提前一起白头了 说完 他转身拥着我 眼里满是深情 到家 帮儿子换好衣物后 我把快递拆开 十几个包裹里面几乎都是他的东西 衣服 裤子 鞋子 刮胡刀 老公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老婆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说完还想亲我 被我挡开了 我催他儿子还在旁边呢 你快去试试怎么样 在儿子的咯咯声中 老公一脸开心地跑到房间 老公出来的时候 我差点怀疑自己看错了 一身鼻挺的西装 脚下一双黑色的皮鞋 还临时刮了下胡子 这还是我老公吗 说是小鲜肉都不过分了 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点恍惚 说起来老公一直就是个帅哥 从读书的时候开始就被很多女孩子追求 不知道为什么 他选了我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老公慢慢地就变了 若刚认识他 还会以为他是中年大叔 细想起来 应该是从结婚之后 车子 房子 彩礼 家庭开消压得他直不起腰 更别提去奢侈的装饰一把自己 老公得意地笑着说 怎么样 帅不帅 我点点头 眼睛里是忍不住的泪水 他过来拥着我 嬉皮笑脸的 看来我确实很帅嘛 有些人都被帅哭了 我没忍住吃一声笑了出来 眼泪流进嘴巴 擦完 一把将他推开 这时我才发现他衣服没细扣子 我说你把他系上我看看 老公拉着衣服两边 努力了半天 然后瘫了瘫手 看来我需要减肥了 我这才想起来 我从没关注过老公衣物的尺码 我跟老公谈了四年 大学之后才结的婚 在谈的时候 他就一直对我很好 大学期间 我自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 每次周末 我就会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并且因为不想出门 常常会买上一大堆零食放在家里 那时候还是男朋友的老公 经常会在周末来我租房里 帮我搞卫生 甚至看我吃这么多零食怕不健康 还特意学习做饭 每到周末就过来给我做 看得出来 他做家务也并不擅长 都是零食学的 比如他洗衣服 会把所有的衣服 不管是内衣内裤 还是袜子都放在一起 我看不过 就会说他几句 但只说一遍 他马上就会记住 他体贴到 就连我哪天来大姨妈都记得 甚至每个月在那几天之前 都会带一包那玩意过来 刚开始 他还会脸红 每次把东西交给我的时候脸都是红的 想象得出 男生买这玩意确实多少有点会不太自然 不过慢慢的 他就习惯了 甚至就连结婚之后这几年 还依旧会给我提前准备 怀上儿子之后 我脾气开始古怪起来 各种嫌弃老公经常会对他提出各种奇怪的问题 比如 哪天是我的生日 哪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哪天是什么大大小小的节日 可能是源自往上来的那些所谓安全感吧 每次 他都能对答如流 并且会在每个节日都给我安排各种各样的礼物 甚至就算是我在一边看他做家务都会生出不满 直直点点 但是他从来没有怨言 我喜欢购物 但是我知道自己的经济实力 很多时候 我在买奢侈品的时候都会考虑要不要买 而只要问他 他都会以各种让我心安理得的理由买下那些东西 而他加班却越来越晚 好多时候都是在深夜念手念脚的爬上床 生怕吵醒我 孩子落地之后 我这些症状终于稍微缓解了一些 有一次 我郑重地向他道歉 但是他却嬉皮笑脸地说一些 比如网上说 怀孕的女人和更年期的女人就是这样的一些话 气得我牙痒痒 然而这一切 因为一个手机而改变了 那年 由于想着照顾怀孕的我 他换了一份工作 朝九晚六 终于不用像之前那样加班到半夜了 但是收入也随之低了不少 那段时间他虽然回来得早 可总是捧着手机 也不知道忙什么 跟我的沟通也越来越少 运气得我总是睡不好 有时候会莫名地想哭 半夜惊醒的时候 发现枕边是空的 就一阵心慌 我小心翼翼地侧着坐起身来 后腰酸得厉害 连着盆骨到大腿根的部位都提不上劲 压根儿没法走动 一时情绪上涌 我鼻涂一酸 哽咽着大喊老公的名字 怎么了怎么了 老公跑了进来 手里还拿着手机 我顿时一阵怒意袭来 猛的一手夺过他的手机 狠狠往他身上砸去 手机 手机 又是手机 你天天除了手机就没别的事了吗 老公下意识躲避动作令我更加火大 随手抓起手边 所有能拿到的东西都往他身上砸 这回他学乖了 一边躲避不断朝他飞去的武器 一边跑出房门 还不忘给我关上门 房门被关上的那一刻 我弄住了 视线直接落在了地上的手机屏幕上跳出的新消息 明天记得做泡芙给我尝尝过 我想看看成品味道如何 网名是个英文单词 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意思 头像是个长相甜美的女孩子 是抖音上最受欢迎的那种纯郁型的美女 瓜子脸 大眼睛 皮肤白皙干净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因为怀孕而变得粗糙暗黄的脸 还能清楚地摸到辣手的粉刺 脑袋里嗡的一声 炸了 我没有勇气再继续看下去 可好奇心的驱使 又令我怎么都抑制不住 就在我颤抖着手离手机越来越近的时候 房门开了 老婆 我给你煮了你爱吃的青菜肉丝面 加了香菜和醋 来 吃吧 别烫着啊 看着眼前散发出阵阵香味的面 我弄住了 老公平时都不做饭 倒也不是懒 而是他真不会 可这碗面却做得非常诱人 尝尝 我本来想问这个聊天记录的事情 但看到老公这副模样 想想这几年对我的照顾又忍了下来 说不定只是我太敏感了而已 但渐渐的 我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了 在新公司朝九晚六 从来没加过班的老公回来得越来越晚了 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多 老公还在外面没有回来 我睡一拳五 打了无数个电话 对方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想起上次那个聊天信息 我心里一股无名落火蹭一下就窜了出来 索性直接坐在客厅沙发上看起了电视 一点多 老公终于回来了 带着一身酒味 我怒急了 弯腰捡起一只拖鞋就砸了过去 老公一时猛灾呢 半天才反应过来 他走过来 对不起老婆 我回来得晚了 你还知道回来晚了 下半夜一点 陈小冬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我冲他大吼 你听我解释吗 老公过来 想要搂我 被我一把推开 他温柔的解释起来 最近部门人士调动 这不是有升职机会吗 我就多加了会班 晚上去见了个客户 什么客户需要见到下半夜一点 我依旧不依不饶 总希望在他的话中找到一点破绽 那个客户比较难缠 我是好说歹说才劝他签下那份合同的 所以就到比较晚 老公依旧给我耐心地解释起来 说完 他从手提包里拿出那份合同 上面的时间确实是在今天 十二点以后的今天 我一时有点语色 知道自己错怪他了 我心里明白 这是产前抑郁 心里总有种无名的躁动感 找不到释放的机会 正巧 这段时间老公早出晚归 给了我借口 老公好像也看出来了怎么回事 我一时间更尴尬了 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这点压力都扛不住 怎么做你老公啊 这时老公主动过来搂着我 开玩笑说 接着他便去洗澡 而我也带不下去了 迅速进了房间 关上灯 整个人都蒙在被子里面 他洗完澡回到房间 我也只能装睡 直到他呼噜声响起 我也渐渐沉睡过去 接下来的时间 老公依旧回来得很晚 但是因为之前的事 他每次都会提前跟我打电话报备 并且每次都会带着证据回家 顺带的 也会带上一些好吃的给我 我的心也慢慢放松了下来 然而生活就是这么狗血 短暂的顺遂之后 总是出现反转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一个月后的一天 老公性充重地跑回家 他告诉我 他升职了 虽然是小组长 薪资比之前足足高了两千 我们两个开始计算花销 不得不说 这两千块钱的薪资 对于我们目前的状况 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从我怀孕后 我们家不管是房贷 还是日常的开销 都靠老公纳点微薄的薪水 每个月都是月光不说 偶尔还得啃老 向老人家开头要一点支援 终于熬过去了 老公提议 等他有时间 我们出去逛逛 不说高消费 起码吃个饭 看个电影庆祝一下 这时我才想起来 为了节约点钱 我们连电影都好几酒 没去看过了 我欣然同意 这个周末 我们悠懒地睡了个自然醒之后 就出门了 先是到附近随意吃了点东西 然后玩了一下午 接着就是晚上的大餐 也说不上大餐 就是几百块钱的消费 但是就是这几百块钱 我们都好久没有这么消费过了 吃完饭 老公带着我来到影院 他排队买了两张电影票 屏幕亮起那一瞬间 我仿佛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那会他就经常带着我来看电影 还是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配方 他要了瓶快乐水 我要了瓶矿泉水 两人一起吃着一桶爆米花 看到中途 他微信突然开始响起来 我问他 怎么了 他说 没事 公司的消息 他拿起手机 简单地回复了一下 继续看起来 但接着 他手机开始不停地闪 我皱眉 这公司 周末还不让人休息 我看了他好一回 他好像注意到了 拿着手机的手下意识往后缩了一下 就是这个动作 我们之间的空气一致 我多疑的性子又开始发作 怎么了 这回是他开口 没事 我看你还有事要处理 要不咱就别看了吧 我强忍着说 说什么呢 你好不容易出来一次 安心看吧 就在他放松警惕的时候 我趁机瞄了一眼他的手机 这是刚好一条最新的消息发了过来 东哥亲手做的蛋糕真好吃 苏白比 又是他上次在老公手机上看到的 当时他们就聊的火热 但是后来老公给我解释 对方只是一个新来的实习生 领导让他带带 那现在呢 只是带带 我都没有吃过他亲手做的蛋糕 而且他不是不会厨房那些东西吗 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 站起来直接走出了影院 老公在后面追了上来 问我 怎么突然就生气了 那个你的是谁 我直言不会 那个只是同事 老公解释道 你不是说是公司的消息吗 我怒气冲冲 也不管四周人看我俩的眼神 就是工作 我们两个是同事 老公硬着头皮继续解释 呵呵我冷笑一声 原来你的工作是做蛋糕啊 我不是 老婆你听我解释 够了 我打断了他的话 比其冰冷 你要是清白的 敢不敢把聊天记录给我看 我 老公吱吱呜呜了半天 终于把手机递给我 但是我已经没有心情看了 愤怒已经冲昏了头脑 我实在想不到 一向对我倍加关心的老公 竟然会欺骗我 我一把夺过他的手机 直接砸在了地上 整个人也因为太过愤怒 眼前一黑 摔倒了下去 同一天 我们的孩子出生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 正在手术台上 医生用血淋淋的双手 从我肚子里取出了 我跟老公共同的结晶 但是那一刻 我脑中没有喜悦 完全没有 愤怒已经把这个孩子 带来的喜悦冲散 甚至我觉得 这个孩子的命好苦 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降临的 因为我的愤怒 我的孩子早产了 而且他的父亲还出轨 医生把孩子抱过来给我看 并且告诉我 我刚才的情形十分的危险 要是没醒来 可能这辈子都醒不来了 但是没想到 我竟然这么顽强 甚至还在麻醉期就提前醒了 看到孩子的那一刻 我能感觉到自己脸上 毫无半点表情 甚至还期望 要是一直都醒不过来 该有多好 我实在无法接受 一个看起来这么疼我的亲人 竟然欺骗了我 事后 我在医院住院观察了几天 确认没事才回去 也是在这段时间 我知道了那个女人的名字 徐雨萱 挺好听的一个名字 但是我却恨得抓心脑干 而老公也以孩子出生为由 请了一周的嫁在家 这段时间 我跟他几乎没有什么话说 每每他找到借口过来 安抚我都是一转头 看着窗外来答复 终于 他急了 用温暖的手掌抚摸着我的手 声音依旧温柔 老婆 你信我吗 本来我是想给你个惊喜 才不小心弄成了这个样子 呵呵 我心里冷笑 果真是好大一个惊喜 这么看来还是我错怪他了 我转身 这是我这些天第一次指示他 陈小冬 你要是真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就拿出证据来 我不想自己的孩子一出生就父母离异 更不想自己这么糊糊涂涂的过一辈子 他站起来 斩钉截铁 你放心 我问过了 那个手机还能修好 我已经拿去修了 等配件过来 修好了 我把全程的聊天记录都给你看 那一刻 不知道为什么 在他的眼中 我好像看到一桩冤暗 我虽然脾气不好 但是就是心软 否则上次也不会被他一碗面就红好 但是此刻 我很下心来告诉自己 这件事必须有个交代 不能就这么轻易算了 即便泪水在我的眼眶打转 我也强忍着没有滑落 他歪过头 想要亲我 但是我瞎意识地避开了 这个举动使他挣过身子与我对视 也许他没想到我眼中会蓄满这么多泪水 他想解释 但是滚烫的泪水滴落在他的手上 无论他怎么为我擦拭 却依旧止不住我那宛如奔腾海水般流不尽的泪水 直接让我正式崩溃的 是最后一件事 事情又过了半个多月 虽然这期间 陈小冬一直没给我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却不止一次跟我保证 他们没有半点不正当关系 而且他的手机也快修好了 马上就能给我证明 只是希望我不要被吓到 就这样 鬼使神差的 我暂时原谅了他 那天晚上 我们一心阑珊 准备点人激情的一夜 他去洗澡了 我听着浴室的水声 心里出奇的平静 手机消息的响声 是我听得心头一震 因为不便 他咬咬牙又买了一个新手机 我转眼看向床头柜 陈小冬的手机屏幕赫然亮着 而且没有密码 我归使神差的点开 是一条美团跑腿订单完成的消息 订单信息上显示 一盒甜妻纸痛药 一碗红糖浆之预言 附加消息那写着一行字 麻烦快一点 辛苦了 我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 手指不由地颤抖 随后微信发来消息 谢谢东哥 我好多了 爱心 V.I.F. So baby 徐雨轩 十几分钟后 浴室门开了 陈小冬只用浴巾裹着下半身走出来 脸上挂着笑意 宝贝 我好了 你快去洗吧 他轻易地喊着我宝贝 但就在他看到我拿着手机的下一秒 本和西的脸立马垮了下来 但是当他跟我的视线对上时 却不由地一漏 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但很快便被他掩饰下去 他走到我面前 紧紧搂住我 将头埋在我驳梗那 炙热的呼吸宛若要将我烫伤 但我的心依旧冰凉 记得以前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每个月都会姨妈痛 那一次痛得全身冷汗 小脸煞白壳把她吓坏了 在那之后 只要我来姨妈 她都会给我准备好甜妻子痛片 还有一碗红糖浆汁御园 但是之后我的身子慢慢被她调理好 这铁两样便不见了踪影 没想到再次见到是买给另一个女孩 真是可笑 你给许宇轩买了东西 刚才跑腿送到了 我看了一下 沈四年可能没想到我会这么直白的说出口 以至于她搂着我的手臂一将 她今天身体不舒服 我怕耽误工作进度 就给她点了点东西 老婆 我跟她只是同时关系 听到这话 我嘴角勾起一抹苦笑 那夜 不欢而散 我带着儿子睡到了隔壁 过后的几天 她依旧对我很好 仿佛我们回到了热恋的那段期间 但我的心却已经死了 无论怎么样都无法被捂热 我机械般地收下她对我的好 但回应她的 都只是冷冰冰的面孔 因为我是她老婆 值得这么被她对待 我没想到 她竟然领着她回来了 从那夜不欢而散之后 我忘了我过了几个浑浑饿的白天黑夜 终于 在我自己都没意识到 自己生日到了的那天 我见到了她本人 苏白笔 徐雨轩 笔头像还要好看 他们嬉笑着进门的瞬间 我就认了出来 心中木火顿时涌了起来 还不等他们开口 我拿起陈小冬带回来的蛋糕 朝着他俩砸了过去 陈小冬眼急手快 将他护在身后 我看到 心更凉了 站在原地 一时间静不知所措 眼泪也流了出来 这辈子 再没有比这一刻更绝望 尽管我在那天之后 就已经打定了离婚的心思 但没想到 陈小冬竟然提前把人带回来了 这就开始等不及了吗 我心里一阵冷笑 把不争气的眼泪抹了个一干二净 同时 心里也平静下来 不就是一个男人吗 不值得 就算是要成全他们 也要体面 我爸妈生我养我 我都还没为他们 掉过几次眼泪 王子玄 你干什么 陈小冬话中喊怒 第一次对我生气 直呼我的名字 呵呵 这就开始护着了 我实在没想到 陈小冬会这么直接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还是原配 我底气十足 当着徐雨轩的面 说出这句话 玄玄 你误会了 陈小冬的语气软了下来 李轩是专门来为我们调解的 他明天就要出国深造了 我之前一直跟他聊天 是因为他做菜不错 我跟他学习 就是为了在今天 给你个惊喜 说完 两个手机都被他摆在了桌面上 你要的证据都在这 陈小冬的这句话 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迷糊中 我拿起两个手机 从头到尾 看完了所有的聊天记录 顿时 我沉默了下来 原来 这真是一个误会 从头到尾 陈小冬都只是在许做菜 而原因是 他不想看着我挺着个大肚子在厨房忙碌 我僵硬地抬几头 正好迎上徐雨轩的脸 嫂子 你们的误会我听说 你错怪东哥了 他是个好人 一直都挺疼你的 徐雨轩说了一堆的话 但我此刻根本就听不进去 整个人都是晕乎乎的状态 我承认自己产前抑郁 但没想到 闹出了这么大的一个误会 这蛋糕可是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做好的 陈小冬摸了摸鼻子轻声抱怨 接着 他又迅速订了一个蛋糕 这天的生日 我过得昏昏沉沉 第二天带着歉意 我跟他一起目送徐雨轩登基 这天带着歉意 我过得昏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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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烦 我过得昏沉 好好加性 冬摸 said